經常都會聽到有年紀老邁或者有病的小動物被棄養 但是亦都有夫婦不怕吃虧 巫師領養一隻因為車禍而半身不遂 大小異變都難以控制的小狗 超過十年來從未間斷帶牠去針灸提醫生 為了照顧牠就連盜蜜月都沒有去 男主人更加背起五十磅重的牠上山下海 希望可以跟牠看多點這個世界 當時有隻狗去診所看醫生 見到牠自己一個在看著診所門口 牠好像在等著人 餵牠吃東西叫牠全部都不來 只顧著看著玻璃 護士說因為牠小時候有種車禍 就令牠走不了本身 牠的主人不要牠了 放牠去診所那裡 最後我們商量 不如我們送牠回去 因為如果放牠去診所那裡 有機會人道毀滅那些 我們最後想要收養牠吧 哥利每個月的保健和醫藥費大約三千元 最近更幻想前庭綜合症 前腳用力都有困難 連輪椅車都用不了 但是主人沒有因此而減少和牠出街 更加帶著牠上山下海 因為我想和牠看同一個世界 在牠的世界 只是在地上少少的地平前 我的世界在這裡 我想和牠一起看我這個世界 所以我想帶牠去多些地方 和想來這些地方看 男主人沒有提過自己有多愛哥利 但是行山的時候自然會牽起哥利的小手 又會為牠擋太陽 牠們更加將在哥利的車 改了名為老鼠來鼠 除了平日每星期出一次街 就連人生大事都沒有忘記牠 其實在幾年前四五年前 我們去過一次旅行 因為哥利行動不變 我們去一個很相熟的狗酒店 我們回來接哥利的時候 牠大腿紅了 應該賴療 因為哥利是有失禁的 我們很心痛 就算我們結婚 其實陪著牠們 我們已經是最開心的日子 所以就算我們不去旅行 都沒有問題 最重要是照顧牠們和牠們一起 過來不只是一隻狗 更加是可以散播正能量的治療犬 哥利是動物輔助治療犬 牠又不能像其他狗狗 會做什麼動作 牠就去做生命教育 去宣傳牠十多年來 牠都很努力生活 你說如果背牠是否辛苦 其實是辛苦的 我最初背牠 背到回家 其實我兩邊的肩膀都喘了 因為牠始終有這麼多的重量 推著二十多kg 即是五十磅 其實真的挺辛苦的 我一定當牠們是子女 希望不要因為牠殘疾 而不可以望這個世界 你養牠的一天開始 其實你已經知道 牠將來好像我們人一樣 會生病 只不過Colly 是我們一養 在十個月大已經生病 但其實狗和人一樣 牠老了都會生病 我們不希望牠這樣 希望牠可以同樣地 像人一樣 就算殘疾的人 我們都希望牠可以帶牠去看多些世界 像狗一樣 我們希望可以背著牠去看看這個世界 會不會